本游戏可能会引起儿童或是心理承受力教差者的不适 而有焦虑或忧郁症的人可能无法正常游玩本游戏 在开始游玩心动动文学社之前 你是否确认自己已满13岁 并且同意接触大量会引起不适的内容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使幽灵 今天要继续为大家带来Doki Doki心跳社 Doki Doki文学社才对 然后我现在才注意到原来他们都穿着一般的长袜 这算长袜吧,西下袜,长袜对 可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西上的,就是大腿袜之类的 绝对淋浴 好啦,而且黑色的,黑色比较显瘦啊 好,我们上一次来到这边 这边是要讨论学员记的事情 看起来我们没有办法再短短几天内凑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啊 到最后可能不止没办法吸引新成人加入 而且还会变得更糟 嗯,我也是这样担心呢 临时抱佛脚什么的我不太擅长 别那么担心 我们就简单的来,可以吗 只要做一点小装饰就够了 萨尔莉已经在做海报了 我也做了一些能够在赏识会上用到的诗本 听起来,不错嘛 但也就这样了 更何况,你根本就没有说清楚 我们到底要在赏识会上面做什么啊 啊,抱歉,我也以为你已经知道了 我们要表演 呃,表,表演 表,呃,莫尼卡 没错 我们要举办一个诗词朗诵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挑一首诗上台朗诵 不过最棒的地方在于 我们也会让访客有做诗语上台朗诵的机会哦 可能有些人会想要事前准备 所以萨尔莉在海报上也加注了这一点哦 嘿嘿 萨尔莉正在图其中一张海报 他把海报拿起来给我们看了看 萨尼卡,你这是在开玩笑吗 该不会,你已经把这些海报贴出去了吧 诶,是啊,我是已经贴了 你们真的觉得这个主意有那么糟吗 嗯,那倒不是 这个主意还不太糟啦 哇,好傲娇哦 但,但你要清楚 这,吴可没有要报名参加哦 吴可,我不可能像那... 什么? 我不可能像那样在一大群人面前表演的 每次弄到夏树就会 就是忍不住也想要眼睛闭起来 哼的那种感觉 忘记把台词看了 忘记看台词啦 我,我同意夏树的说法 我这辈子也,也不会做那样的事情 优历光是想象就已经害怕的摇了摇头 嗯,各位 萨尔莉 萨尔莉就不用了 我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还记得几天前 夏树和尤莉还没有跟人分享自己诗文的经验 让他们当着整个教室的人 面前朗诵自己的诗实在是 确...呀呀呀呀 的确是有点过头了 我的确是忽略了那点 所以我很抱歉 但是 我觉得还是应当尽我们的所能 毕竟社团的命运只能靠我们自己而已哦 如果我们成功举办了赏试会 而且表演效果还不错的话 那么就会启发到别人也这么做哦 如果表演的人越多 我们就越能向大家展示文学是什么了 是啊 只要表达你们的感情 对自己坦诚 发现新的世界 然后享受它不就好了吗 说的没错 正因为这样 我们今天才会在这个社团里哦 你不想和他人分享吗 让他们体会当初将你们带到此处的感情 我知道你们想的 我都知道 我们都想 如果我们只需要用两分钟 站在讲台上朗读一首诗 那么我相信你们也做得到的 夏淑和优丽沉默不语 沙尤丽看起来有点担心 我也没得选了吧 我同意 我不觉得这样的要求很过分 沙尤丽和莫尼卡一直努力的去吸引新成员的加入 我觉得我们至少应该帮忙一点 好吧 或许是这样 可是 夏淑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了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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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会克服的 好 夏淑谢谢你 尤丽那你呢 尤丽郁闷地看着大家期待的脸庞 我想 我应该也没有其他选择吧 那么就是说人都参加咯 尤丽你人最好了 这个社团真的会逼死我 我天哪 尤丽你会没事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我们应该开始准备咯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选一首自己的诗 我们会在彼此面前练习朗诵 不 不 不要 莫尼卡 这太突然了 如果你们连在社团面前都没有办法朗读的话 那么在陌生人面前就做的 怎么 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不 别担心 我会打头阵的 这样应该能让你们放轻松一点 我可以当下一个吗 当然可以哦 那么我来看看 莫尼卡将作文本翻到她脑海中 早已想好的那首诗上 随后她就站上了讲台 这首诗叫做飞翔的方式 咳咳咳咤 某尼卡開始朗读了他的诗 那清晰又有自新的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 不仅如此 她的转音也十分干净 他知道应该怎样才能 才能在朗读时为诗加入感情 给文字带来生气 他之前就有过经验吗 还是她天生如此呢 我看了看周围 所有人的视线都放在莫妮卡的身上 萨尔里一脸惊讶 优异的脸上浮现我无法理解的紧张表情 最终莫妮卡的朗读结束了 我们四人都鼓起了掌 莫妮卡做了个深呼吸并笑了出来 莫妮卡你做的真棒 非常谢谢 我只是希望做个好示范力罢了 准备好了吗小优理 下一个换我 哇哦 优理的斗志被激发了 优理抓着一张纸站了起来 她低着头快速的走到讲台上 这首诗的题目是 优理紧张地看着我们 小优理你能做到的 我不是傻优理啊 优理对不起 我对不起 她叫做 翡红之眼的残像 优理拥有点颤抖的声音 开始朗读她的诗 明明刚刚她还那么抗拒的 为什么她突然间变得这么努力 优理的声音 在读过开头的几行 几行后便开始了 便发生了变化 就和她曾经在书本的时候一样 她颤抖的话语变成了 既热烈又富有自信的锐利女婴 这首诗不仅在结构上充满了 跳弱起伏 出现的时机又恰到好处 那个是念弱吗 我不会念对不起 这可是难得可以窥见 优理心中到底在想什么的机会 她的朗诵赫安而止 所有人都呆住了 优理回到了现实中 回环顾四周 似乎自己也很困惑 我 看来是我该 是我来救场的时候了 我带头鼓起了掌 随后大家也开始鼓掌 给了优理应得的认同 我们刚刚并不是不想为她鼓掌 而是面对这情况 我们措手不及 连鼓掌都忘了 伴随着我们的掌声 优理把师放在胸前 然后跑回了自己的座位 优理你做得很棒哦 谢谢你的分享 优理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 好呢 那我想下一个就是我呢 萨尔利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兴高采烈地走上了讲台 这首诗叫做 我的朝地 不好意思 我刚刚傻笑了一下 太可爱了吧 萨尔利 比我想象中难上很多 你们是怎么那么轻易做到的 试着让自己觉得不是在朗诵给别人听 想象一下你是在给自己朗诵 像是站在镜子面前或是墨诵一样 这是你的诗 所以这么做的效果最好咯 我知道了 那么好吧 萨尔利开始朗读了他的诗 不知为何他温柔的声音感觉和诗非常相配 不过那首诗的内容并不像萨尔利那样无忧无虑 而是既安详用苦乐参办的 如果我是在纸上读到这首诗 我可能不会想这么多 但是如果透过萨尔利的声音念出来时 他并有了全新的含义 这可能这就是萨尔利说 他喜欢我的诗诗的真正意思吧 我原本以为我已经相当了解他了 但我现在感觉自己对他的理解又更加深入了 萨尔利读完后我们便鼓起了掌 我做到的 萨尔利你做得不错哦 对不起我破音了 我想这是个好造成 你指什么 效果很好哟萨尔利 诗的基调跟你很合 不过如果其他诗也用这种方式读的话 效果可能就不会和这首一样好吧 我不是很懂 换句话说 我看过另一些你的诗 它们不太适合这么温柔的表现方式 根据内容的不同 有些诗可能需要更有力道的方式去做表现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咯 也就是嗯我已经开始练习了 不过站在大家面前还是有点难为情就是了 嘿嘿嘿 那下一次我可要让你选一首更有挑战性的哟 我们离学院记里我们离学院记剩没多少时间了 你应该知道吧 嗯好吧 那么谁要当下一个 下数 哼 别把我排在Yaggy前面 不管怎么说 我都比不上你们 在我上台之前 让Yaggy来降低大家的标准吧 下数 没事的没事 我也想早点搞定 但看起来我该读些什么 读什么上没什么选择呢 那就读我一位今天写的诗吧 哇太有勇气了吧 我站了起来走上讲台 大家的双眼都顶着我 让我十分的尴尬 刚好照身高排列好可爱哦 我朗诵了自己的诗 由于我对自己的写作水准 并不是很有信心 所以我很难让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 尽管如此 读完之后我依旧获得了掌声 抱歉 我的表现并不像你们那么好 别担心 我觉得重点不在能力上 你对自己的作品缺乏信心 才是最大的问题哦 不过这会随着时间进步的 嗯 或许是这样吧 好了 接下来 只剩你咯 夏树 嗯 好吧好吧 我这就去 夏树不情愿的离开座位 走上讲台 我这首诗叫做 它叫做 你 你们干嘛死定着我看 呃 那是因为你要朗诵啊 哼 算了 诗名叫做 药企 夏树 吸了口气 开始朗诵后 他别扭的态度稍微消散了些 虽然他还是有点不情愿 但至少诗依然是有韵律的 这就是夏树的招牌风格 在大声朗诵的时候 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诗 语在空中要动 像为 就像为师赋予了生命 夏树读完之后 大家都鼓 都鼓掌起来 他气扑扑的坐回到位置上 还不错 不是吗 你说起来容易 最好别强迫我再来一次了 哼哼 好啦好啦 那至少你对在他人面前朗诵 有点心理准备了吧 我是指 在别人面前倒没有那么多问题 如果是对着别人的话 随便我用什么脸色对他们都可以 但是在朋友面前的话 真的很难为情 还真是让人意外啊下树 我觉得 对我 恰好其反 不管怎么说 事实就是如此 所以 嗯 这样的话我觉得 你就不用太担心 自己在学员季的表现了 我要谢谢大家的配合 虽然可能有点难 但我希望大家能对现在的情况 心里有数 保证在学员季前 选好一首诗 并确保有足够的练习 可以吗 我会去做诗本 所以还请事先告诉我 你们要朗读的诗哦 且呢 我可能会需要找些其他的诗来读 那也是可以的 不是自己的诗也没问题的哦 你能为社团做出这样的努力 就已经够让我惊喜了 我真的很开心 啊好的 没问题 好啦各位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咯 虽然我知道学员季快到了 但 我们还是要试着为明天写首诗 到现在为止效果都很好 所以我想要维持下去 至于学员季详细的计划 明天会完成 然后我们得用周末的时间来准备 星期一就是重头戏咯 我都要等不及咯 我 我能 做到的 我能做到的 好吧 我站了起来 虽然没办法像沙奥里和莫妮卡那样热衷 但我也该尽我所能 如果是为了社团 还要给莫妮卡留下好印象 那么我要竭尽全力 准备好回家了吗 哦不是这是她对不起 因为她服射我以为她先找我打花了 准备好回家了吗 萨尤雳 嗯 看看你们两个 总是像这样一起回家 都让我有点羡慕了呢 嘿嘿 天哪各位 别小 提大做了 但 肯定 但感觉肯定不错啊 好吧 啊 我该怎么回应呢 没关系的 亚基 不用说出来也没关系 算了 我们走吧 我再一次跟沙奥里走回了家 虽然只是 虽然只经过了短短几天 但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 可是在今天回家的路途上 沙奥里都比以往还要安静 嘿 沙奥里 对不起 我晃生了 难怪 我刚刚 在想之前的事情 我喜欢我们是怎么变得 我的意思是 沙奥里笨拙的组织着话语 就是 如果有一天 优历说 他想跟你一起回家的话 嗯 你会怎么做 这算什么问题啊 你还真是问到我了 嗯 well 怎么办呢 直接选跟优历回家 好见色忘游的感觉 那就还是跟沙奥里回家吧 沙奥里 你真的觉得我会抛下你 然后选择优历吗 诶 可 可是 他那么漂亮 聪明 天哪 我天天都能在社团见到他 更别说 你好像很喜欢跟我一起回家 我不会毁了他的 你真傻亚基 有时候 你真的是太为我着想了 如果优历想要的话 那也是他应得的 所以 沙奥里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你 对不起 还有 假设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有什么意义吗 嗯 对话停了下来 沙奥里会这么在乎这件事 我真的觉得很怪 但我想尊重他 并且让他开心 话又说回来 距离学员记也没剩几天了 谁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样呢 哦 继续来写诗 哦 拜托 我又是最后到的 等一下他的声音 不太稳定 没关系 我也是刚刚才到 你又去练习钢琴了吗 是啊 你还真是有毅力呢 不只要忙社团 还得去练钢琴 嗯 或许不是毅力 只是我认为是热情驱动着我 要不是有你们的话 那这个社团早就不存在了 而且我也很高兴 大家愿意为了学员记而帮忙 啊 我都要等不及了 肯定会很棒的 哎 对啊 夏树突然转变 我刚声音没有办法 就是那个情绪 夏树 你昨天不是还在抱怨吗 好吧 的确是这样 但我指的可不是我们要做的部分 而是我们一整天 都能在学校玩的不易乐乎 还能吃到各种好吃的食物 你这话听起来有点像萨尤莉呢 莫妮卡 他们一般会有炒鱿鱼吗 会有炸鱿鱼吗 炸鱿鱼好想吃哦 有鱿鱼 你其他的东西倒是蛮具体的嘛 哦 拜托 你是说你不喜欢鱿鱼吗 所有人里面就只有你最特别 哎 我没说我不喜欢呢 而且所有人里面就你有 就 所有人里面 只有你最特别是什么意思 因为 他就在你的名字里面啊 嗯 萨尼卡 哎 啊 等一下 我的名字不是这样读好吗 更别说那个笑话翻译过来就没意思了 嗯 啊 算了 我们现在只要专注在赏试会上就好了可以吗 嘿嘿嘿 好吧好吧 不过你的反应还比不上优理跟萨尤莉呢 你说什么 话说回来 萨尤莉跑到哪里去了 哦 你在这儿啊 你在这儿啊 萨尤莉坐在教室的 照 萨尤莉坐在 教 教 萨尤莉坐在教室角落的桌上 低着头 发呆着 我走向她 嘿 萨尤莉 我在她面前晃了晃手 哎 你又晃神了 啊 真不好意思 不用理我没关系 你可以去跟别人聊天 嗯 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咯 怎么会有事呢 我只是觉得你好像有点不在状态啊 抱歉 我是我想多了 天哪 你真的担心我担心过头呢 我没事啦 你看 萨尤莉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笑容 我以为她会给我大大拥抱了 不要因为 不要因为我就干扰到你和大家一起欢乐的时间 嗯 好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在转身走向其他人面前 之前我依然担心的看了萨尔莉一眼 之前的谈话早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都回到了各自平时的活动中 或许我该问问Monica 问问她最近有没有注意到任何关于萨尔莉的事情 既然她一直在准备学员计 那么肯定有很长一段时间待在一起 我处坐着走向正翻在 翻着桌上文件的Monica 亚尔莉怎么了吗 嗯 虽然这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不过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萨尔莉发生的状况呢 她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是指哪方面的 虽然我可能有点过度解释了 但她今天看起来很沮丧 哦 你是这样想的吗 我也不好说有没有注意到她发生了什么 Monica看向教室角落的萨尔莉 她正懒洋洋的在桌面上来来回回的插着橡皮擦 可能 咳 可能是有心事吧 不过我还蛮惊讶的 这个问题居然不是由我来问你吗 亚尔莉 你看起来比我还要更了解她 是啊 但她从来没有这样过 她总是会跟我说那些困扰着她的事情 但这次我问她的时候 她却一脸拒绝的模样 抱歉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问题 我只是想问问你知不知道什么 还是算了吧 别 别这样啊 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哦 我是指 我也是她的朋友 我也得关心社团成员的身心健康 你懂吗 或许我该亲眼和她亲自跟她聊聊 哎 你真的愿意这么做吗 她好像想一个人待着 你确定吗 或许她只是很难跟她有所感兴趣的人坦白 感兴趣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她脑海中那件事情可能就是你哦 Yagi 我 你是怎么得出这结论的 好吧 或许我不该说太多 不过 沙奥利谈到你的次数比其他东西还要多 你懂吗 你加入社团之后她变得快乐很多 看起来像是她心中亮起了一盏灯 什么 不会吧 沙奥利一直以来都是那样啊 她一直以来都是如阳光般开朗的 现在的她跟她以前应该没有差别才对 你的话还真好笑呢Yagi 有没有想过经常看到她这么开心是因为你在她身边呢 啊 我说了太多了 抱歉 反正谁知道呢 我不想妄下定论你就忘了我刚刚说的吧 我会试着跟她谈谈的 所以现在就别再去想了 啊 好吧 莫妮卡意味深长的笑着 虽然我知道她叫我忘掉 但我知道这已经是不可能忘掉她所说的了 莫妮卡从桌前站了起来 她穿过房间走向了优利 不 沙奥利坐着的地方 我看着她在沙奥利旁边弯下了膝盖 轻柔地和她交谈着 不过声音太小了 我听不到她们交谈的内容 我叹了口气坐了下来 我知道沙奥利告诉我可以不用担心她 去跟别人享受时光 但她变成这个样子时 无论如何我都无法照她的话去说 我究竟有多么在乎她 这件事才会让我的心情变得如此沉重呢 看来我才是行为异常的一方呢 但除了等待莫妮卡外 我也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有种被看着的感觉 我环顾了整个房间 突然间我注意到优利疏后的那道视线 不过她很快地就一脸慌张地看着其他地方 我意识到她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我从没看过优利接近别人 或是主动开启一段对话 所以我没得选只能主动接近她 不过这对现在的我来说 已经简单一些了 我站得起来坐到了她旁边 好啦那我们就这次的 和优利的感情就 在这边先告一段落 那么如果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告诉我 如何做得更好 我是甜食幽灵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